台北市真的是撒卡杜的格局 那這種撒卡杜的格局是怎樣牽動 其實觀眾朋友也看 藍軍現在是大團結的 藍軍真的是大團結挺誠實中 我們來看曲線 他三成七 他從2020年的9月開始 當時是比較高 他最高是2021年的11月 他有將近衝到四成 但是從這個月的 今年的四月以來 四月六月七月 他就是固定在三成五了 就是固定三成五 這就是他的線 所以他大概就是三成五 那麼黃珊珊 黃珊珊這個兩子軍不簡單 從2020年9月的 只有一成的支持度 爬到18% 18%一路衝20% 那後來受到疫情影響 阿中部長往下的時候 他一度衝到快三成的支持度 那麼他現在來到了二成五 這是他的盤 阿中部長呢 29.9% 等於就是30% 這是目前的一個局面 其實蔣灣他基本上算穩定的 他的支持者幾乎都是誰 50歲以上 他那個年輕票輸的 五十歲以上全部都補回來 全補回來 沒浪費 那麼阿中部長他在四十到四十九歲 支持度最高 年輕票明顯是黃珊珊拿走 所以阿中部長要怎麼突圍是滿關鍵的 那蔣灣也知道自己的問題 所以他今天不是怎麼野生 捕捉野生蔣萬安嗎 這樣可以什麼 你加我等於無限 這種都可以拿到年輕票嗎 我看不懂 這是什麼拿年輕票 捕捉野生 從過去的時候 柯文哲二零一四年有 然後當時的時候 連勝文不是又起小綿羊嗎 你有很多事情 就是一件事情 你重複再來 就沒有什麼效果了 所以蔣萬安這件事情 可見蔣萬安現在真的壓力很大 壓力在哪裡 剛剛回來了 其實陳時中我看他的選舉 我從選舉的技術上來看 步步就班 暗步就班 非常有節奏 你剛才講競選團隊或什麼的 這個是組織方面 可是真正的議題主導權是什麼 主導權是 他丟出了一件事情 台北市停滯太久了 在三十六季兵法裡面 這個叫做開門一道 誘敵深入 因為台北市擺爛 停頓太久了 停滯太久了 他現在又誰出來 又柯文哲 他有跟他作對廝殺 因為柯文哲本來一定會針對 他的疫情在作對廝殺 可是現在話語權我定義 我主動出擊 我們討論的事情是 台北市有沒有停滯 柯文哲一定要講話 那柯文哲一講話之後 大燈泡小蠟燭 所以柯文哲很亮 黃珊珊就被編員了 這個效果是什麼 因為黃珊珊過去的時候 其實有些中間選民 有些淺綠的選民 因為黃珊珊一直擺現的 就是他的政治色彩 顏色色彩不明確 黃珊珊如果不挺柯文哲 那就是你當他的副市長 你怎麼不講話 那黃珊珊如果跳進去跟柯文哲 講說台北市沒有停滯 那就把黃珊珊是跟柯文哲一體 那很多中間和淺綠的選民 就重新思考黃珊珊你的角色是什麼 你的顏色是什麼 而且在柯文哲天天講話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幾天黃珊珊已經被邊緣化了 不過有一個人 他倒是沒有被邊緣化 那個人叫蔣萬安 因為他本來就在邊緣 所以不需要邊緣化 人家知識度維持在三成五 你說人家在邊緣 所以你覺得現在的打法是怎麼樣 陳時中現在你認為他優先打法是什麼 掌握戰場的主動權 這才是現在最優勢的打法 就是你後面的很多變動 你每個議題 每個話題中間都有一些移動 這才是選舉不斷要動態的 可是在動態裡面 如果一出手 你就是掌握戰場的主動權 你就會一直的在這個一百多天裡面 是由你來決定這個節奏 由你來決定步調 那蔣萬安會讓人家覺得 就是沒有人記得起來 除了那個無限以外 沒有人記得起來 蔣萬安是最早參選的 但是蔣萬安到底講了什麼 我一直覺得跑蔣萬安的 我作為一個記者 很同情跑蔣萬安的記者 因為你回家之後 連標題都下不出來 回家之後連稿子都不知道怎麼寫 所以蔣萬安 其實我講邊緣話是什麼 現在你看那個民調或什麼 可是如果到最後你就是這樣子 那你怎麼去突破 你怎麼會讓你的小雞有信心 好我想請問一下孝成兄 這個陳時中 啪啪啪步驟都出來了 你怎麼觀察目前台北市的選情 其實我昨天有跟一個 國民黨籍的一個市議員 然後我在聊到有關 陳時中跟蔣萬安之間的一個狀態 他講的一句話我覺得蠻好的 我以用他的話講 他說陳時中是這三個候選人裡面 年紀最大 可是戰法最年輕 然後蔣萬安是這裡面 年紀最輕的 可是戰法最老派 然後他在看這個黃珊珊 這個部分 他認為他現在目前他的狀態 是的確會威脅到所謂蔣萬安的 一個這個情況 為什麼 因為他很穩扎 穩打在用他的副市長的這樣的一個身份 然後再去推動他 等於算是一種 所謂另外另一類的一種選舉活動 這種情況 所以在這個行政資源的這個 益柱之下的話 其實對誰來講最不利 其實對剛剛有沒有 直接創下兄講的沒有錯 蔣萬安最不利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哏 你從頭到尾都不知道在做什麼 跑他的計程最不利 另外的話就是什麼 那個我就問這個施議員就說 那你這樣講的話 你怎麼不建議他有沒有 因為你施議員說實話 施議員是最接地氣的 你應該要提供給他建議 沒想到他就跟我講說 我建議過了 他不採用啊 他沒興趣 就說那怎麼辦 他完蛋了 就這麼一句話 完蛋了 就告訴我 就跟他講完蛋了 所以他們他自己也不看好嗎 他自己也不看好啊 對啊 那你覺得他黃珊珊 拿的到底是蔣萬安的票 還是陳時中的票 我覺得他對蔣萬安 比較有威脅性 對陳時中比較沒有 因為什麼 因為過去的時候 我們來看嘛 就我以前跑政治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妙的地方 綠營的這邊的票 基本上就是鐵板一塊 是多少就多少 這很奇怪 他不太會跑 其實有所謂的範率 可是他也不太會移轉 而藍軍這邊的話 經過幾次的裂解之後 其實說實話 真正的所謂的 深藍的這一塊 他是會去停 講完是沒有錯的 但是你其他一塊 泛藍這一塊的話 尤其是臺北市 臺北市民的一個本身的一個對自我意識的這個狀態 是跟外面不太一樣 所以我還是認為這三個候選人現在目前為止應該要做一個什麼事情 就是你要端出所謂的真正能夠有落實的一個政見 然後讓大家知道 因為過去的時候很多市長就開空投資票 我們後期的授業